現在由我來報告台大醫院針對COVID確診孕產婦的一個照護流程 那大概去統計一下從去年到現在我們大概一共照護了29位 那佛婦產呢一共有11位 兩位自然產 那目前住院中的孕婦有10位都在接受這個 預防性的抗病毒藥物的施打 那大概目前台大醫院尤其是上個禮拜 疫情中心規定要提供三層的專責病床時候 我們婦產科一共本來是婦產科兩個病房 那我們兩個把它合起來 就提供了20床的一個專責病房 那另外呢我們在當初2003年的SARS經驗 所以在2008年兒童醫院建置的時候 就有在每一個病房要提供一個負壓隔離病房的一個建置 所以目前我們婦產科一共有五床是負壓隔離病房 那產房也有一個負壓隔離病房 專門提供這個產婦的手術或生產 那台大醫院這個本來這個滾動是一個調整 本來在疫情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是住院的病人 不管是自然生或是泡物產會72小時 那最近改成48小時 那自然生的生產我們是根據國外還有國內的一個統計 大概都會建議這個孕婦大概在懷孕39週左右 就提早來做計畫性的生產 在台灣我們的孕婦不喜歡聽說計畫性的催生 我跟他講計畫性生產 那住院前要提供 我們會有醫院院方提供這個PCR的檢查 孕婦本身跟賠產是免費的 那大概我們是如果出來這個有陽性確診的是比較好處理 陰性也好處理 我們對於這種非疫情的 雖然有一些是提早破水啊 或是婆婦產提早了 那我們就會將孕婦及賠產的安置在一個單人病房 同時做緊急的一個PCR檢查 如果結果兩位出來是疫情 那他就轉出到一般的代產室去做代產生產 如果PCR沒有出來 試童疑似確診 所以他們是待在這個單人房裡面 那如果孕婦呢 在結果還沒有出來 就已經要生產了 則醫護人員著裝是PPE的 那賠產呢 這個時候自然生的 就不得進入產房賠產 那新生兒的話是小兒科 用這個隔離的這個保温箱 帶至隔離室 帶這個孕婦及賠產者的PCR結果 如果如果都是陰性 他們這個父母親才跟小孩子才匯合 那大概原預約的這個副婦產呢 就是在負壓在我們產房做副婦產 生產的話 如果時間還允許的話是延後催生 那有立即產科生產需求的時候 則在負壓病房 那至於生產方式呢 就由他的這個組織醫師來決定 他要自然生或是剖婦產 那當然各位也看得到 開始好像大家對這個疾病 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經驗不是那麼多 所以前面大概是選擇這個剖婦產的這個比例比較高 那後來啊就有有兩位是自然生 那這個是一個住院的原則 大概就是前面已經有理事長 他們都秘書長都提過了 有呼吸困啊血氧吊 胸痛脫水啊 這種屬於這高風險的 或者是有啊這個高危險性認證的 中等風險啊多建議住院 那大概在我們臺大醫院的話 大概是跟內科有一個共識 30週以下 由內科來做治療 那我們在這個還沒有這個疫情中心 給這個口服的抗病毒藥物之前 我們是給瑞德西韋施打三天 就是一律都住院打三天 完了以後 我評估如果說他是輕症 或者是沒有症狀 那就先行回家 那中間如果有需要婦產科召會 那就婦產科無條件的要去召會 那我們 都是運產部都是到急診去做分流 那30週以上了呢 就住在婦產科 婦產科 那大概就是 生產方式需求的話是判斷要不要 要不要馬上升 不過一般來講就是高燒34度 有內科疾病 破水 產前出血 早產跡象 有規則供縮的 但是如果血氧是在90 這個SPL 住在94%以下 大概就是內科要共同照補 這樣子 那我們配置的人員大概 產科 產科 或是專門有設置一個專門聯絡的人員 就是由這個fellow來擔任 那產科輪值是我們目前有四位主治醫師 輪流負責這個 這個照護這個確診的孕婦 那博物廠配備的話是產科醫師 連住院醫師有三位 護理師有兩位 麻醉科一位 麻醉科護理師一位 小藥科醫師一位 那自然生的話 這婦產科醫師是兩位 一個主治醫師一個住院醫師 護理師一位 那小藥科醫師是一位 那配備的話 我們是用Portable 就是手持式的超音波 就是盡量不用這個大的機器 這樣在消毒上會比較方便 那我們有遠距離的 泰核線監視器的這個 這個肥頭Monitor 那在隔離室 我們是有這個Monitor 跟雙向的一個麥克風溝通 那至於可以不可以餵奶 是可以的 那我們是當然剛才已經有提過 怎麼樣去收集母奶 母奶的運送 然後儲存 然後在位 那目前暫時是不建議輕微 在在業裡面是暫時不建議輕微 那這個是我們 這間是我們這個生產的這個 專責的一個賦壓 那這邊這兩個也是 也是一個這個燈光的 那因為它是比較暗的 所以另外有一個Portable的一個 一個照明 那這是平常的這裡面的一個設備 這是 這是我們在CS的 這是他們的著裝隔離衣 這是 以上這是台大在生產的一個過程 以上報告跟大家分享台大醫院的一個經驗 那至於說口服藥物的給予 可能要在我們醫院是會在跟感控的醫師 看哪一些人是給口服 哪一些人是給這個IV的這個瑞德西尾 以上報告 謝謝